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讯息背后的秘密 第一个是有商业利益 然后权利利益 还有要赚榴兰 为什么要赚榴兰呢 因为我们就会像入宿人一样 越多人看他就可以开始赚钱 在媒体爆炸的时代中 情绪及个人好恶深深影响我们的判断 当资讯唾手可得 情绪化的标题抢占点阅率 而我们既是记者也是读者的时候 只有保持冷静 谨慎 不轻易转传 也不随意相信 才能重新将真相放回第一位 今天很开心的 我们中家新闻 来到我们社大这个年土班 我们第一堂课 来一个终身媒体试读 然后终身学习这个教育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课程这样子 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 都可以多方面的去查证 多方面的去搜寻 真的还是假的 对呢 对于真实的事情呢 我们再来相信 假的呢 我觉得就不需要去看太多 对堂课 我是在上运的镜头 面对夸张的新闻 多看几家报导 多分享好的正确的新闻 善用假新闻查证机构 让大脑多思考 就像艺术创作一样 心中有一把尺分辨真味美丑 追求生活的美好 聪明分辨假讯息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